每一天的生活都不一样,总是发生着很多变化。 不错可以肯定的是,你一直都想要找个人陪伴自己的身边,一直都在期待着爱情,只是爱情怎么可能是你想说,要就会准时出现的呢? 有时候只能一直等着,就算你着急也没用,该来的时候还是会来的,或许等待是值得的。 有的人终于能在下周遇到桃花,跟对方展开一段很甜蜜的爱情,说不定对方也是你的真爱了。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,下周会有桃花出现,能展开一段甜蜜爱情。 一、水瓶座,水瓶座挺薄细的,不会去主动追求一份爱情,就坐在那里静静的等着爱情到来,如果爱情不来,那么水瓶座就孤独中老吧。 其实水瓶也很向往一段爱情,他们也着急属于自己的爱情什么时候来,水瓶也想爱情快点来,不要着急,下一周会有桃花闯进你的世界,属于你的那个人会来找你,未来会有人陪你一起过每一天。 二、天蝎座,天蝎座喜欢热情,只要是有一丝的好感,天蝎都会付出全力去追求。 直到成功为止,但是面对不喜欢的人,天蝎就会变得非常冷漠,一点机会都不给对方。 因为天蝎的冷漠,使得很多异性都不敢追求天蝎,所以桃花一直亮亮的,到了下一周,会有桃花悄悄来到天蝎的身边,天蝎可不要太冷漠,不然这多桃花又会逃走了。 三、摄手座,摄手座的人挺需要爱情的,所以总是会着急的去寻找自己的爱情,太过着急,什么异性都找来谈恋爱,却总是遇不到正确的那个人,最后都是分手收场,还好摄手座是一个懂得放手的人,就算分手了,他们也不会难过很久。 到了下一周,最适合摄手座的桃花终于来了,甜蜜的爱情即将来临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